這裡是…… 喂!醒啦!原來我們到了香港國際機場啦! 今次我們參加了三港的旅行團 時間剛剛好,我們就8點半在這裡集合 這裡真的很大呀 我們首先會由機場的地鐵站去到西營盤的地鐵站 全程38分鐘 而成人的車子大約是110元 去到那裡,我們步行三分鐘就到華大聖品酒店 這就是我們要check in的地方 在這次三天兩夜的行程裡 三港幫我們預訂了這間酒店 兩晚三人房都只是1092元而已 進到酒店裡,大堂的環境都算是不錯 而房裡都包括了無線WiFi、雪櫃、訂閱相簿等等 喂!今晚我們就在這裡 三人行,必有我私營 check in完之後 我們就會由西營盤去到上環的地鐵站 吃我們第一個早餐 每天一咖啡吧的食物種類繁多 充滿著西方的韻味 畫面一轉,我們就來到充滿歷史感的香港荷里活 中國名稱家具和歐洲珠寶化妝盒 都是這間博物館主要長期展覽 喂!我沒聽錯吧?我可以摸古董? 沒錯!兩衣廠博物館是可以讓你用手觸摸古董 用心去感受古董背後的歷史 而展品包括有古代騎馬用的馬燈 可以作為武器的煙管 還有充滿特色的茶具 飲用器皿 頭飾 當然也會有女性用的化妝用品 還有家具等等 看完剪片當然會餓 我們就來到朝成員手打魚蛋大和 位於旺角通賽街109號的地坡 影片可見價錢也是非常親民的 而內裡的環境也比較乾淨 但吃飯時間比較多人 在這裡的自製魚蛋河粉比較彈牙 而魚蛋也是比較爽口的 雲吞還看到原隻蝦包在裡面 如果大家想吃魚皮的話 可以選擇是外賣或者是堂食的 而價錢大概是15元和20元左右 旺角除了有魚蛋粉吃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香港特色小食 例如是雞蛋仔 菠蘿油 公仔餅 核桃酥 牛耳仔 蛋散 雞仔餅 光蘇餅 和紅豆燒餅 喂 只有時間了 我們就把握這個時間在旺角上掃街 去完旺角之後 我們都夠時間去上環吃晚餐了 這間茶樓保留著中國的特色 價錢大概是51至200元左右 我們就吃了 這裡很出名的菇蘿肉 和粉果 給3秒大家猜猜這裡是哪裡 沒錯 這裡就是歷史悠久的大館 也就是舊中區警署 這裡有16座經保育活化的歷史建築 包括前中區警署 中央裁判司署 和維多利監獄 多 counter 這間餐廿 走進去 經收復歷史建築和 坑闊的庭院 這些狹細的監獄籌鳳 曾經籌すご過大千上碼的人 而這裡有不同的影子 反映出當時 囚犯在監獄時期的情況 而這個當然看得出是逃走的 時間都晚了 那我們就回酒店休息一下 明天再出來玩吧 我們燒了由酒店搭港鐵到尖沙咀 然後由J出口走出去 原在梳士巴黎道下 右轉到梅敦道 之後再右轉到摩地道 奧行約5分鐘就可以到達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四味十足 遍佈了百多顆星星 其中包括電影明星和著名導演 上面還會刻有他們的首音和簽名 太空館會定劇舉行各類型的天文展覽和鋼琢 亦會開放給學校、團體和公眾相關 太空館擁有一個彈形外殼建築 是初期 因為該彈形建築是一個革正方形造成 因此它擁有了菠蘿包之稱 既然來到香港太空館 那一起參觀一下香港藝術館吧 香港藝術館原展是位於中環香港大會堂 於1991年遷入 是香港展覽本地、中國、現在世界各地藝術品的主要場地 裡面有超過一萬七千幾件 涵蓋中國書畫、古代文物、香港藝術家的創作成果等 香港藝術館不時會舉行各類型的藝術展覽 維多利亞港是香港最出名的海港 這裡有世界三大海景之一的美星 海岸兩邊高樓立立 但是都有升山做陪審 尤其是在重大假期的夜晚 港口會舉行盛大的櫻花慶祝古董 吸引了無數遊客到港參觀 延長人山人海 好多人都是為這個櫻花夫婦 維多利亞港有好多造型奇特的建築 其實這些都是香港創意精神的體現 維多利亞港都是國際上最重要的海港之一 香港是沒有極寒天氣的 那麼海港的水就不會凍結成冰 所以船一連四季都可以暢通無阻地通行 是名副其手的不動港 平關水深踏12尾 可以同時容納50隻船 維多利亞港是好值得參觀的 這麼美的海景前自拍一張 真是太滿足了 繼續走就可以見到一條橙色的高柱 這個就是尖沙咀中樓 是深的打卡點 經常聽人說香港是個紙咀金米的地方 海港城絕對是最有金錢貨物感的 海港城是香港最大型的購物中心 是有娛樂、購物、美食、景觀 你一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而且是因為地力位置有餘 品牌更多 即使你只選擇在商場裡撒布 都會覺得心情舒暢 逛了這麼多景點 一定會累 午餐就是海港城對面 深港中心的白玉茶色直 這是一家玉色的茶餐廳 食物種類更多 而且味道也是不錯的 價錢也是適中 吃魚飯啦 在尖沙咀一定要搭日視天星小輪 這個是香港的大特色 經常需要5元港幣 你就可以環跨整個圍多利亞港 去到中環 在之前的星光大道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個紅色的摩天輪 那現在我們面前這個就是了 只需要20元港幣 就可以享受一次摩天輪之旅 性格比超高 摩天輪周圍 通常來說會有一部雪糕車 這是香港極意義的街頭小食 那個傳統的藍白、紅色調 以及固定的雪糕品種 承載著一代香港人的美好記憶 堤平山是香港最高的山 既然它是最高 那麼它可以見到的景色 都是非常壯觀的 出了碼頭之後 又轉直行 見到巴士站 822S 乘搭一個站 就可以見到太平山雙頂爛車的入口 重點來了 如果你不想在現場排隊買票 就請大家一定要提前在網上買票 這樣就會方便很多 爛車出發啦 大家都好期待太平山的風景 靈蕭過摩天台 靈蕭過摩天台 靈蕭過摩天台飛非常出名 你可以見到維多利亞港的全景 但是它的遊客都會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沒有訂購靈蕭過摩天台的飛 不妨嘗試一下鹹路急度 都可以同樣欣賞到香港的全景 遊客都會比較少 一樣可以認到絕美的風景圖 太陽也下山 我們在太平山餐廳吃到飯再下山 這家餐廳的歷史都頗長 而且它的建築都很有特色 是一間小木屋 看看它有什麼菜 好期待啦 第二天的行程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回到酒店休息啦 今天就是三日兩月行程的最後一天啦 中環街市歷史悠久 是香港政府第一批建築的街市 而現在在翻身之後 亦都換言一聲 作多了很多的商鋪 非常特別的一下 第二批未到商鋪 壁畫街 壁畫街有很多 本地或是外國來的藝術家 畫的壁畫 然後再開開 外國的藍術家 翻家 五月 就是 面子 牠 薄 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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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將這個傳統承傳進去,維持感到非常好。 黃華任務收藏了紙一和活字的相關器材, 希望可以保育到這個印刷技術, 亦都成立了工作坊,去讓我們體驗。 第二間就是Blue Lotus Gallery, 這個藝廊以發覺香港文化的攝影作品為主。 它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展示了本地攝影師的作品, 而後面就是珍貴的海報和壁畫, 向大家展示老香港的流影。 完成之後,我們就會在普慶坊由柴平山街走回西原坪港鐵站, 開回酒店準備離開。 那我們三日兩夜的行程,那就完美結束了。 三港三日兩夜的行程令我體驗到香港的另一面。 這個行程真的令我活躍良多, 讓我回去給大家一個好評先。 那我們這段影片亦都在這個結束了, 多謝收看。